中國浙江省省長呂祖善率團來台灣參訪 而今天抵達了南投 主持民間鄉風梨貨櫃直送浙江的啟動儀式 採購農產品市價超過了一千萬台幣 南投縣長李朝青就期盼 兩岸能夠進一步維持長期性的合作與發展 我們把下面一點 對對對 可以的嗎 可以可以 台灣南投與中國浙江兩位行政首長 一起夏田採抽鳳梨 第一次是 我也第一次看到鳳梨的田是這樣的 要不要多買一點 我們盡可能把小路打開更多一點好不好 好 這長期的 鳳梨好吃 人人愛 南投浙江翁翁翁來 民間鄉盛產鳳梨種類多 果肉細緻好吃 色則佳 新鮮鳳梨也能入菜和豬肉一起快炒 加點調味料 酸酸的鳳梨汁帶走豬肉的油膩 阿嬤的古早味料理簡單上桌 順口又好吃 近來更有果農將鳳梨切塊打成泥狀 發酵540天後 萃取成為鳳梨酵素幫助代謝消化 浙江團不只採購本土鳳梨 南投的茶葉 竹炭花生以及梅子都是首選 南投與浙江一直都是友好城市 除了日月潭與西湖 兩湖聯姻建立深厚秦宜 還有文化交流 農業經驗分享 觀光旅遊更是一年比一年更緊密 南投縣成功行銷鳳梨 茶葉 良性互動 讓兩岸創造力多 民生鄭孝親 南投報導